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晚上好,我是那个非地书店的同事,然后我们今天很开心,很荣幸可以邀请到通战华先生来,也就是未知的香港粗矿建筑这本书的作者,来跟我们进行一场非常精彩的分享关于粗矿建筑,然后包括粗矿建筑是什么,然后为什么香港会有这样的一个风潮,然后会获得社会风气是怎样。 好,那我们可能先前半段时间先由讲者来进行分享,然后最后会留一些时间给大家进行QA,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通先生。 好,谢谢,谢谢大家。 嗯,其实因为我已经做完这本书之后就搬过去英国,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太多机会说普通话,所以可能普通话会有点难,所以就请你们接受一下吧。 嗯,其实这个书背后是一个三年的一个研究,然后我先讲一下这个研究的过程吧。 嗯,其实跟台湾很有关系,因为过这个研究之前呢,我是不知道什么是作画风格的建筑。 嗯,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知道啊,台湾有一个展览,是SOS,不对什么的一个展览,在中泰公团,啊,他们邀请了,呃,德国的一个策展员过来,跟台湾的建筑师去进行一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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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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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台湾发现的案例跟当时候香港发现的一个案例的塑料来讲呢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香港会有更多 可能会比跟台湾这个案例可能也差不多的一个塑料吧 从香港台湾然后再找回整个国际的层面上面呢 其实在英国跟美国是当时候很有型这个风格 然后在现在来讲呢 有很多伦敦的一些粗犯建筑都已经被政府列成为一个历史的建筑 但是同一个时间呢就有很多其他的案例是给拆掉 比方说一些住宅的项目因为 垢建筑当年是用很简单的物料来建造 然后建造的过程都很快速 所以在整个五十年的一个使用的过程呢 是会经历很多要保养的一个地方 但是可能在住宅的层面上面 可能保养是比较难去让它每一天都不会很脏的样子 所以很多居民很多公众都不喜欢这个风格 其实brutalism这个风格是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风格 它是现代主义分叉出来的一个分派 然后它在外国楼行的是五零年代 然后传到香港跟台湾的时候是大概是六零年代中期 背后的有三个很特别的元素能够分别出 所以说这个建筑是不是属于触患主义风格呢 就是物料结构跟形态 刚才说就是物料它们用很简单的材料去做整栋建筑 包括厘面 我们现在的建筑可能厘面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可能在外皮的层次可能用铝板或者用其他的材料 但是在那个年代是没有这些物料的 它们当年新的物料是混型土 concrete 所以通常我们能够找到 苏黄建筑都是用混型土来做外面的一个立面 然后结构就是 因为结构是定义空间的 所以当时候的建筑师都认为 希望把结构能够外露 给普通人都能够知道 那些结构是定义怎么样的空间 然后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形态 因为在英国的层面上来讲呢 就是当时候有很多公共建筑需要建筑来给公众使用 比方说演讲厅比方说公共管 因为那个时候是二次世界大战打人之后 其实英国是有很多东西已经给破坏掉 所以它需要有一个新的公共建筑来满足当时候的人的要求 回到香港就是香港虚言不是太大 但是我们是花了三年的时间去 去了地图上面所有有点出来的地方 所以这本书其实最后我们是做了二十个案例 但是我们去不同的案例去找去苹果的数量比二十多还要多 我们不仅仅是去一些很简单 我们能够每天都去的地方 有一个教堂是很难去的 然后去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是没有人在用 然后是有微风等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整个团队是爬进去非法去进入这个教堂 除了去在地去研究不同的建筑物以外 其实我们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了当年的建筑师 他们通常是大概八十岁到九十岁左右的年纪 所以很不幸运就是我们仅仅在研究十个建筑师里面 就只有找到两个 所以其实研究建筑师有一个时间段的 如果虽然建筑师可能现在建筑可能五十年可能也存在 但是建筑师的故事呢它不存在你就找不到它的故事 也不能够跟它去做一些interview 建筑背后居的人物以外呢 其实也有它的机构 它的建筑师事务所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就是每一栋楼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建筑师事务所 能够找到的我们都会做联系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关于跟不同的人的交流 然后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是土管建筑我们是研究什么 然后这个研究背后的一个意义是有多重要 其实最后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不同的书 一些当年的图纸 有一个已经过了五十年的一个模型 这个就是当年建筑师做的模型 然后存在一个学校里面 除了我们的研究以外呢 其实我们也邀请一些比较有名的人去做一些文章给到我们的书里面 那其中一个就是Samson Wong 就是诚实散步学的作者 然后也有博物馆的一些creator 然后跟外国的建筑师 我们也找到他们去希望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研究人员的一个角度 反而是多维度的去讨论我们香港出幻建筑的一个历史 香港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嘛 所以我们第一天的感觉是当年的建筑肯定跟英国有关系 那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案例是有会说明一下那个关系是什么 那我们在哪年前其实是跑去伦敦去跟当地一些有关系的人去做交流 然后也跑进AA的archive 就是一所很有名的大学来建筑建筑的大学 里面的档案处去找某些当年建筑师的一些archive 所以这本书是比较厚的就是好像一个字典一样 因为里面说的故事有很多 有20个案例跟10个人物 除了文字以外呢 其实也有一些我们重新寄作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找了一个很好的photographer 去跟我们去不同的建筑去拍现场的照片 我们也有用一些 尽量用一些图纸 把它做上帝的模型 希望把原本一些已经拆掉的建筑把它立体化出来 呈现在我们的书里面 所以进入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 什么样是香港出发建筑 它跟台湾的出发建筑有什么分别 它们跟英国的出发建筑有什么分别 那第一个是跟 头两个是跟香港很有关系的 香港印象很有关系 第一个是高密度 这个肯定是大家对于香港的一个印象 就是楼很高 然后密度也很夸张 右手边的是三年代的香港 其实是一个平地 没有什么高楼的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 你就看到所有的建筑都是往上去发展 六十年代刚刚好是出发建筑出现在香港的一个实现 所以我们认为有一些案例是代表香港从一个普通的一个城市 跑到去一个国际的城市的一个过程 其中有一个建筑是它很多作品都是做一些很高的素杆建筑 它的名字叫林山 其实它跟台湾是有点关系 因为它的爸爸是林本元 是一个艺术家 但是他就没有跟爸爸来台湾 反而就是在香港生活 因为它是 它做的公司是当时候香港最大的建筑事事务所 也是英国人开的 所以它做的作品都是比较大型 比较出名的一些案例 那这个案例呢 其实分隔了两个 两个动物 第一个动物是马 第二个动物是人 所以这个建筑屋里面 有人住的地方也有马住的地方 所以马是能够跑到一个屋顶 的那个空间去活动的 但是人呢 就住在高层 然后下面是马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找到了一些 当年在英国的报道说 这个建筑是全世界第一个 可以让马跑到屋顶的一个建筑屋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我认为是香港很多现在的高密度发展 就是人住在下面 然后你停车场就在平台层的一个 一个情况 当年这个项目是一个 为应高密度的情况底下 怎样去混合不同的人 不同的动物 或者是现在不同的车 的一个很早期的一个建筑的设计 另外一个案例是 刘麻地分科成所 虽然它的外形是比较简单 但是它每一层都是由不同的部门去分楼不同的病人 然后外面那个可信桶呢 其实是给到医院里面工作的人员去做 走去不同的楼层的 所以其实以前比方说在唐楼的一个层面上 一栋楼就只有一个入口 但是当年为了人口 孕妇不同的人楼 整栋楼就有不同的入口 整栋楼不同的入口 这个也是一个 虽然说 对我们来讲 现在很多 就是在台湾 移动楼都有很多的入口 但是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其实不常见 不常见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香港 一个 当时一个 很新的一个设计做法 比方说其他的就是 海员俱乐部跟 那个北角的一个住宅宿舍 这两个案例都是属于 粗矿建筑的风格 然后 怎么高的一个 八十米高的一个住宅呢 只是在当年的北角是很少见 然后我们其实也觉得这个案例跟英国的巴北肯是有点类似的 高密度之后呢 我们就研究 天气 这个是 也是一般人 就是 我也认为 香港一直都是这样子 但是在六十年代的 一些 现代建筑 初广建筑 都不是一个玻璃墨墙的情况 当时的社会是没有空调剂的 所以 建筑本身的一个设计 需要通过一些手段去把它通风 好 现在就不用了 因为我们有空调剂 那我们就可以 就是玻璃墨墙 没有墙 都我们可以做好 通风的一个 一个 一个 效果 有两栋在中大 比较好的案例 这个是中文大学的活动中心 其实从这个3D模型里面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整栋楼是很通透的 比方说在首层 它是 这些玻璃门是可以全部打开的 然后 这些活动的空间跟屋顶上面的开动 其实也是让风可以做对楼通风 所以这个 这个 活动中心呢 现在呢 都 都还在用 证明它的通风的效果 跟设计是很有效的一个 的一个结果 从通风 从当地的一个天气的元素 我们就 比对外国的触画风格 那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外国 比方说英国跟美国 可能冬天会很冷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 他们的触画建筑是很封闭的一个情况 但是在香港就不一样 香港是一个很通透 你能够看到很多开洞 很多窗口 所以其实也让我们想到就是 在国外怎么样的一个封闭的建筑 其实也不是太让人很喜欢的一个情况吧 但是在香港来说的就是 因为建筑比较通透 所以也觉得它没有太具人欲千里的一个感觉 另外一个是它旁边的一个图书馆 图书馆是很重要的 因为图书很容易受到阳光去影响 所以当时候整个建筑师做的手法就是用一个隔山去把一些阳光挡住 一些直接进入到室内的阳光挡住 但是它通过一个反射 让一些比较不直接的阳光可以进入到室内 所以整个室内空间都是关的 但是它没有影响到图书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这些圆形的洞口 就是整个建筑四个立面都有也是做一个对楼通风的一个效果 然后其实我们也跑到室内去看这个情况 就是原来发现这些圆形的洞口 在白天来说就是可以当成为一个叫明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个建筑室内释放道具的它没有一些用电的一些灯光 所以从天气的角度来看 其实当年的建筑设计是很环保的 因为它不需要用空调机 也不需要去用一些照明的系统 就能够把室内的一个空间处理的比较舒服一点 另外两个是跟香港当时候的社会有点关系 因为当然还是很多工业的活动在香港 所以第一个要说一些工厂 其实在外国的工厂肯定不是高层 肯定是一个大的平房 也是很大的厂房 但是在香港就有点不一样 因为所有的工厂都是在城市的中心区 所以香港的工厂通常都是一个多层的一个建筑 有一个建筑师它做了很多作品都是工业建筑 就是潘野兽 潘野兽在全湾工业区 全湾是香港第一个工业区 它做的设计是这个楼 那其实这个楼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背后的技术是很复杂的 因为它是香港历史里面第一栋用预计件来建造这个楼房的一个案例 那预计件是怎么意思呢 就是它把所有的柱子 梁 结构梁 跟楼板 都分拆成为一个好像是Nego一样的一个原件 然后在工地以外就已经做好 然后做好之后就运到工地去做组装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当年70年代一个很新的技术 潘野兽掌握了这个技术之后呢 就做很多其他的工业大厦 比方说这个也是在整湾区的一个东海工业大厦 也是用同一个技术来建造的 它的材料都很特别 除了坤形图以外呢 其实也有当地的石头 这个也不 现在做建筑都不常见 因为很多物料都是从外地 比方说从意大利去找云石 可能从日本去找旅板 但是当时候没有 结木案的一个线 所以很多建筑都是用本地的材料去做 那香港其实本地的材料 其实也不是太多当年 所以就用很简单的石头 来做成为不同的材料的利面 学校 学校是因为我们香港人就是15年的免费教育 然后对于学校的建筑也没有太多感觉 因为它肯定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可持的建筑 但是原来在这个标准化的学校建筑设计之前 原来我们发现是有一段时间是有空间给建筑师去发挥不同的设计的理念的 刚才这个学校背后的建筑师是潘楚遥 他是在英国读书 然后他读书的年代是刚好英国发生粗犯主义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他当时候在AA读书是跟当地伦敦最主要的粗犯主义建筑师是有很多的交楼的 这个中学背后是一个山坡 然后这个是礼堂 然后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普通的空间 前面当年是很破旧的堂楼 然后背后是刚建好的一些公共的房屋 所以整个环境是很矛盾的一个状态 很矛盾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学校就是一个粗犯主义风格的一个情形 香港有一个山嘛 所以当时候他应对山坡的一个创意在于 他没有破坏整个山坡的形态 反而他把整个大礼堂通过一点的支撑点 然后通过几根柱子就把大空间给承托 然后里面都是一个没有柱子的空间 所以在当年七十年代的时候 要做怎么样的一个空间 要做很复杂的一个结构计算是很难的 然后这个礼堂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山坡比较大的中学的礼堂 除了中学以外呢 中文大学整个校园呢 其实也有很多厨房建筑 背后所有建筑都是由一个人来做学籍 就是师徒卫 他除了是建筑师呢 他也是建筑工程师也是一个艺术家 在整个总体规划图里面 浅灰色的地方都是他设计的 总共有大概22栋楼 除了一些图书馆 教学楼以外呢 也有一些主要的大学建筑 包括他的博物馆 他的演讲厅跟主要的图书馆 除了这些大型的建筑物呢 其实一些基础建设也是通过师徒卫去做设计 所以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水塔有两个 但是两个的形象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觉得师徒卫是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去设计中文大学的校园 人物背景其实都很香港 因为当时候有很多不同的人移民到香港去 那第一批肯定是从英国移民过去香港的建筑师了 David Russell 其实我们花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找他出来 之前一直都不认识他 他现在在泰国曼谷居住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但是在书里面没有分辞他的案例 因为很多都给拆掉了 因为他在过来香港之前呢 是跟Dennis Larson 就是做英国国家各剧院的建筑师 是在他的公司里面打工的 然后David Russell 搬过来香港之后呢 就邀请这批人过来香港去做项目 去做演讲 所以也是一个人物 把出发建筑的一些想法 一些交流 一些理论 从英国搬过来香港 他跟Dennis Larson 可做的一个香港项目呢 就是城市大学的一个设计 那很不幸运就是没有建起来 因为他是一个比赛呢 他们当年只有得到第二名 第二名 那如果我们拿他当时候的 香港城市大学的设计 跟Dennis Larson 在伦敦大学的一个设计呢 就是很很像类似的一个设计的语言 这个也是一个 其实我们没有能够去研究政府的建筑 但是从一些案例上面 我们能够找到英国跟香港的一个很强烈的联系 这两个楼 一个在伦敦 一个在香港 是同一年建造的1972年 他们设计的手法是把 普通住宅的空间跟可信筒 是通过连桥连起来 然后两个主要的空间是分开的 在香港角龙的一个公屋 也是同一个手法 同一个手法 所以从案例的层面下面来讲呢 就是当年做这些伦敦公屋呢 其实也是政府的建筑师来做 香港也是一样 所以在政府的层面上 就是可能两个地方可能也有一些交流 除了英国建筑师以外呢 就是有本地的 那本地的建筑师 为什么这么重要 是因为 香港大学建筑系的第一届毕业生 是1955年才出现 那Jackson Wall王者生 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那他毕业之后就 创办了他自己的公司 然后开始是做一些很小的项目 然后通过大概 二十到三十年的一个营运之后呢 其实他做一些很大的项目 这个是在香港金钟 太古广场 都是他设计的作品 所以从出发建筑 我们慢慢去找他们跟现代的关系呢 其实是能够看到本地的建筑师 就是怎样从一个很少的工作室 到到去一个很大的企业 然后他们 他的公司现在的人 大概有四百到五百的人 是香港最大的一家公司 有一些是海外回来的建筑师 就是刚才说的潘主瑶 他是比较靠近英国 有出发主义思维的一个人 因为在他的作品集里面 是有说过这个作品 是受到不同的影响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觉得潘主瑶 是一个跟英国是有集结关系 就是有能够trace到一些 他当年写的文章有提过不同的一个人物 那刚才说的城市大学的比赛呢 其实潘主瑶也有参与党 那最后一批演务就是在国内 因为一些政治的原因 所以移民过去香港 那当然有很多是从上海过去 其中一个是司徒卫 刚才中文大学的建筑师 这个是Eric Comey 其实他是一个外国人 但是他在上海出生 上海出生 在去香港之前呢 就已经在上海有自己的作品 那当 但是不是出发主义了 因为当时候是1940年左右吧 那这个 这个住宅呢 其实是当年在爱宁住的地方 然后他最后的一个作品呢 是在尖沙水海港城 所以他是一个风格比较不稳定的人 什么风格都会做尝试 潘野兽他是上海人 所以他跟一些上海的 比较有钱的人 有很多的关系 其中一个是 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读 叫西亚富 尚义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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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尚义富他的 他的别墅呢 都是潘野兽学籍的 然后 其实潘野兽 他已经 已经不在了 然后他的 他所有的一些故事 都是通过他的女儿跟我去展 所以对于他是比较熟 最后是希望去说明一下 因为这本书 我必须要写我的名字 因为是我写的 但是背后是有一个很大的团队 有大概二十个人 有建筑师有学生 他们都是不受费的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很感谢他们 然后 里面所有我能够写出来的东西 都不是我想象的东西 都是 依据 我过去三年 跟八十个员 跟机构 讨论出来的一个成果 所以这个list 其实是 这三年 我新认识的 所有的朋友 其实除了这本书以外 过去三年 我做了两个展览 在深水埔 两个空间 我的目标是希望 让很多 不是建筑师的公众能够知道 我们自己 香港是 不管这些建筑是不是好看 但是肯定是有建筑的历史 故事 也必须要通过不同的人去重新建立出来 所以也很幸运就是 通过一些有趣的方法 比方说找一些艺术家去做一些艺术的作品 或者是通过很好的照片去吸引有人过来去看 然后通过这些方法就能够了解我们自己城市的故事 上一年做的展览是把过去三年我们能够找到的所有档案在一个空间展示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挺麻烦的 因为有很多档案是机构拥有的 我们也需要问他们自己出来 所以也是一个很高难度的事情 但到最后的每天的情况都是这样子 媒体的报道跟不同的分享 应该今天是为了这本书出发做了最后一场分享 所以也很感谢你们过来 如果你们有机会过去上岗旅游的话 其实我们在Mplus有一个counter 有一些文创的周边 其实今天我有带一点点过来 可以过去支持我们 其实这本书不是一个end point 就是一个终点 因为我们团队是希望把这个题材提升到 能够给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的人都知道 所以其实我们跟一个英国的出版方去做一个出版地图 是讲香港的 那他其实过去几年有做了很多不同城市 比如说Protolist London Bank 那这个是他第一张做的地图 因为现在的人都已经不用地图 所以他觉得地图可以有第二个用途 就是讲全时的故事 所以香港的版本就会在今年之内就会出现了 其实我也希望就是做完香港之后 就是找一些上官的人过台北的 或者是台湾的出版地图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 谢谢 有什么 哎可以有 关琴可以关一下 那个主持人他 要等他一下下 我要从后门那种什么 不要我来吧 你好 好 我当临时的主持人 啊 感谢大家听今天的讲究 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提问的 很好奇就是 呃 因为我 我刚好就是 出 就是之前有办过触控主力展览的 那个中文美术班的 好 好 然后我很好奇说就是 呃 你之前看完展览之后 有没有去观光台湾的 出版主义的建筑 哦 是 呃 那时候是疫情 所以我没有 我没有到 呃 台北去看 你们的展览 所以我还没有机会去 去参观 呃 台湾的出版主义 只是从照片的层面上 我看过 那我觉得 呃 台湾的案例是有很多 中国的元素 在里面的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香港是很小 呃 呃 其实昨天在书展里面 有一个朋友 问我一个问题 然后我也想说一个 当时候做的一个答案就是 他问我呃 呃 香港的出版建筑 有没有一些 中国传统的影响 呃 然后 香港大学当年 第一个 啊 建筑系的 professor 是从英国 教过来的 还是从英国 AA 教过来的 所以 呃 当时候 本地的 建筑是 设计的 那一批 粗犯建筑呢 是很 westernized 的 很西方的 很少见到 中国的元素 但是我从啊 啊 照片下面看 台湾的 呃 呃 是 是 呃 有一些 中国的 在里面 其实当年 Oliver也是这样说 就是 德国的车诊员 也是 有什么样的 一个结果 但他也有说过 香港的 触犯案例是 有中国的原则 我觉得 在这个 这个点上面 有点不同意 对 好 其他的问题 好 好 谢谢你的演讲 我想请问一下 刚刚你有提到就是 香港的粗矿建筑 一开始都使用 当地的resource 那那些是哪几项 啊 当地的香港有的 资源 因为 如果以环保来讲 我觉得现在 越来越多是要回到 当地 跟 跟当地的 地区 可以 什么 我 我觉得是 当时候 呃 在 出发主义 出现之前 的那批 香港的 唐楼 是有很多水摩石 只是在 呃 某几栋的 出发建筑 的室内 也能够找到 这些 那这些 一些 本地工人的工艺 那它的物料是很简单 就是把 呃 当时候工地里面的石头 呃 破开 破到很顺很顺 然后再用一些 啊 把 的手法 去形成为 水摩石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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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的 一个材料 所以 呃 其实当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 就是石头 哈哈 这些大石头 中石头 这些 香港的石头 是很有名的 就是过去 历史上香港是一个 出产石头的地方 就是 呃 在建筑上是很多 用到 用香港运到 比方说 广州的这个 这个教堂 是用香港的石头 然后呃 有一次还运到 我听说还是有一次 运到这个 呃 就是香港 很多的石 矿场 呃 所以香港的石头 建筑的工艺 在这方面是非常长的 所以他们用到我觉得也不奇怪 啊 也得 对 对 好 还有其他在场 有问题吗 好 呃 想问一下 你能有 呃 留意到那 香港 的什么 的end point 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那那个转变 转变的过程是 有什么 呃 呃 跟钱有关系 呃 年代是 我们 能够找到 最后一栋是82年 呃 1982年 之后就 找不到 啊 有上官的案例 呃 我是82年出生的 就知道 其实在80年代 其实山海跟台湾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在80年代 它的经济起飞 呃 呃 那其实建筑的形态 空间 物料 跟设计 是 跟人的要求有关系 呃 80年代 我们都已经 相对来说 比较有钱了 呃 所以他 呃 呃 我们对于 呃 建筑的外观 跟里面的空间 肯定是有跟 不同的要求 我不觉得是 呃 比较高的要求 肯定是不同的要求 呃 呃 在一起出现 啊 那这样子 的话 建筑是能够有 不同的options 呃 呃 不同的 呃 机会去做做不同的风格 呃 呃 其实初华主义之后呢 就是呃 post-modernism 就是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用很多 呃 不同颜色的石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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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呃 呃 所以就是 这跟钱有关系 呃 对对对 然后当年也是一个时代出现我们所有的口渣 嗯 豪宅 就是住宅我们需要很玄的外形 呃 觉得我们住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所以建筑也是代表啊 不同人的一个形象 呃 就是一个name card 这种东西 所以花十年代之后 只是突然间没有 八二年之后就真的完全什么都找不到 对 那么现在当代的一些新的一些project 会不会有一些legacy 或者有些callback 就是有人会特别找一些元素在新鲜重新用有没有 有 最近找 最近有人跟我说 啊 没有没有 呃 这个故事之前就是 呃 呃 过去十年的政府的项目 公共的建筑是用很多啊 呃 水泥混星图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那个出发点会 也 那个 是算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设计 但是 呃 背后的影响 是不是不知道 可能 也跟安恒中雄的那些风格有关系 所以 然后最近在九龙 呃 呃 新涂干 有一个工厂带下信件的 就发现有一些材料跟 呃 我们研究的 呃 其中一个材料是很有 很类似 所以我觉得那个案例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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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到 呃 普通什么 就是 就是 找到 就是 这个 手法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建造过程 因为 呃 混星图是用木板 呃 成为一个形态 然后把 一些 水泥沙漿 打进去 但是如果你要做这么 呃 呃 detail 呃 一些 呃 呃 图图的缝呢 其实是很难做 呃 这个工艺其实在八十年代到 今天其实我也很难找到一个新的建筑师用这个 这个 手法 但是最近在九龙区找到一栋 是 重新用这个 模 模式来做 某一个秘密 所以我觉得 那个建筑师 我没有机会跟他谈 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有 reference 这个东西 对 对 你好 那个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 因为 呃 我去年在伦敦 我也是也在研究 Romeo Garden 那在伦敦 有很多 呃 很多团体 或很多人在 试图跟政府来 preserve 这个 Busolist 的东西 那我想问在香港 有没有 类似的状况 然后 呃 不敢 没有 哈哈哈 那 那像 呃 因为伦敦的 Busolist Center 就是他现在已经变成 转变成一个很posh 很 很贵的地方 那香港也 有没有 类似这种 就是 同别人不喜欢 但是他现在转型成为一个 呃 观光景点 或是有钱人去的地方 嗯 然后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想问说 就是 呃 呃 接下来就是针对 Busolist的计划 除了在台北 是否做一个mail 以外还有什么 嗯 谢谢 嗯 谢谢 我我比较认证的 每一条问题 哪里吧 呃 呃 是怎么 香港要讨论建筑 或者是要讨论一个建筑 是不是需要去 conserve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呃 呃 通常过去十几二十年 呃 我们能够把它变成为一个博物馆的大房 或者是中环街市 它都是在最后一分钟 它要菜了 哈哈 那 所有人出来说 你可不可以不菜政府 那 它才 才能够闪到 那个建筑的重要性 呃 所以这个书 其实最原本我做研究是 就是仅仅是好奇 有没有更多 但是 作软这本书之后 就觉得这本书有很多不同角度的意义 第一个 呃 其中一个意义就是 在 我们 呃 呃 在 还没有到最后一分钟之前 就 呃 说 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 然后 做一些公众的 呃 讨论 跟交流 呃 跟分享 然后 呃 其实对于我来讲 呃 这本书里边二十个案例 它 是不是需要保务 呃 呃 我不是不在乎 但是 我觉得不应该是从我们的口中来说 应该是 看完这本书 呃 不管是政府的人员 公众的朋友 呃 呃 要他们一起来决定的 所以 呃 呃 我们不是一个group去 applican 某极东道需要去保留下来 因为当年呃 呃 这些 初幻建筑的案例是 很简单的学校 教堂 它不是刚才我说的中华街市 呃 大广以前的 怎么 中心区的一个 呃 警察的总部 它不是这些很大型的历史建筑 法围是一些很小的很neighborhood 呃 呃 就是 呃 平民的建筑 所以 呃 它是没有一个很高的社会的意义 呃 但是它要不要保留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呃 呃 它保留是因为它背后的建筑师的一个重要性 比方说 刚才说的它 主要它是从 英国读书 然后学不同的东西 然后回来做第一树方建筑 那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有新的角度去 评估一个建筑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也是 希望 呃 呃 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去想 呃 呃 第二个问题是 呃 呃 现在还没有到一个很popular的一个状态 所以 呃 这些建筑都是比较安静的 每天都在运 运作的都在运作 不运作的不运作 是这样子 呃 呃 第三个问题是 台北地图以外还要做什么 呃 我是 我现在是有跟英国的 Timson Hudson 去 沟通 想要做一个英文版本的 呃 呃 这个也是 我觉得要做的事情 呃 就是把 呃 呃 本地的一些建筑 设计历史 呃 做成为一个英文版 给到不同的人去看 对 对 因为这本书 其实有很多外国人买 当然他看不懂我 因为中文 哈哈哈 呃 刚才提到这个 呃 呃 保护这一部分 我想再追问一下 就是当你去呃 呃 这个做调研的时候 去不同的地方 那使用的人 比方说 刚才你去的一些学校 或者一些中学 他们自己怎么看的 或者他们用这些建筑的人 现在有怎么看的 比方说 因为我自己刚才跟你提到 我是中文大学 嗯 在中文大学的 也有很多老师是很喜欢 中文大学的这个风格 嗯 那到后来 中文大学要盖新的建筑 就会有人去去骂 就是说 为了现在新盖的东西 跟原来的这个风格很不像 就会有人去去去掌这个事情 那我 我最好奇的是 在中文大学以外 其他的 你也没有看到的 呃 呃 现在在用的人 他们怎么看 他们会觉得很丑啊 我不不喜欢这个东西 还是觉得啊 这个东西 我还是很喜欢 就是很有特色 他们怎么样想 呃 可能要分 我 我们出现之前 之后 比方说 比方说 那你们带来很大国 对 也不是impact 就是 有些时候是他们不 不懂 比方说这个学校他 就是 其实我们 我们是先 第一步是从 呃 他们学校的网站 就是email他 没有反应 呃 打给他们 他们 他们觉得 他们听不懂我们 才是吗 嗯 ok 呃 然后我 我们最后一个方法是 从我们的instagram 问 呃 我们的followers 有没有这个中学的朋友 啊 学生 然后 刚好一个 然后他说 你之前的方法都没用 哈哈哈 然后就给到一个 呃 呃 老师的呃 Facebook 然后我的Facebook 那个老师 然后就他是比较开放的 所以就 然后我就可以 能够 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 跟他去说明 究竟一般人在做什么 啊 然后到 最后了是 呃 最终的一个结果是 呃 校长 呃 五十九年的时候 找我回去学校做一场分享会 说 粗犯主义 啊 的 一些 理念 跟为什么这个学校是粗犯主义的 啊 一个原因 所以 整个过程是有 第一天没有人回复我的电邮 哈哈 到他们五十周年 邀请我们回去跟他们 的学生 学生就是我们的社会的未来啦 嗯 呃 所以这个重要性是有 怎样的一个 呃 变化 中大也一样 那那老师一开始你跟他说的时候 他 他有知道这个事情吗 他有 他有 没有 从来没有注意过他在这样的一个建筑里面 没有 没有 但很很很奇怪是 就是 他们把很多 这个学校把很多的档案保留下来 嗯 可能是因为当年 呃 建造这个学校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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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的人 捐了一个很很多很大笔的钱 才能 呃 建这个学校 因为那个人之后是住在这个学校里面 他过生也是过生在这个学校里面 所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呃 所以这个学校很多 就是连模型都保留下来 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他不是因为建筑好看所以保留那个模型 对 肯定不是 对 好 还有其他的提问吗 呃 我再再问一条吧 就是 呃 这里看到在香港出现这样的建筑的 会不会有什么地方的一些特点 比方说某一些地方它会出现 某一些地方它不会出现 某一些地方它不会出现 因为这 这就是你说 呃 呃 在这个六零年代也好 呃 在香港也出现了很多建筑啊 那为什么是某几个地方 或是某几种功能它会出现 嗯 而不是在其他地方 嗯 呃 呃 其实也是很很很很现实的一个原因 因为 比方说工厂 呃 学校是 呃 其实我们有研究过 他们要花多少时间去去去去盖好那些房子 呃 呃 很extreme的时间是六个月就就建好了 然后最最久的移动是十八个月 十八个月 就是一年多就能建好 所以当时候是很快速要解写建筑 所以也也给到一个一个建筑师的机会就是 呃 用 可能他跟卡尔说 这些建筑比较容易建 因为什么都没有 啊 物料里就是用混准土就行了 那 那就会 形成为一个 一个 一个原因 呃 出现结果要的建筑 呃 呃 其实解写建筑 呃 我觉得建筑师 呃 呃 我们有这样一个分享 可以知道香港这样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建筑历史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书在这里 想习惯买的可以 可以